黄马为了扶正他 卖了C罗 放弃了奇达内 可他却宁愿打高尔夫球 也不愿意为黄马比赛 他就是贝尔 18年欧冠决战 贝尔用两力天神下凡班的进球 不光成就了黄马的欧冠三连冠尾业 也让主席弗洛伦蒂诺更加坚定地打造 以贝尔为核心的新银河战舰 于是 本就和教练奇达内有矛盾的贝尔 直接向对方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么让我替主力 要么就卖了我 最终 这场闹剧以黄马主席扶正贝尔为核心 卖掉C罗 解雇其达内为结局 出人意料的是 成功上位的贝尔 非但没有表达对其达内的祝福 甚至公开发言 C罗走后 黄马会更加团结 但令人唏嘘的是 随后的几年里 性格孤僻和伤病频发 让贝尔始终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而其达内的再次上任 更是注定了这对师徒二人必将决裂 谁知 在黄马踢不上球的贝尔 一回到威尔市队却生冷火虎 甚至在赢球后不忘嘲讽到 高尔夫要比黄马更加重要 曾经弯道超车 无所不能的七天大圣 在黄马的生涯末期回归凡间 那么各位是如何评价贝尔的黄马生涯呢